继续再看到来自花莲县凤林镇 凌荣里的艺术家林圣火 即日起在花莲市的导人艺术空间 展出剑谷之心际遇各展到5月2号 喜欢玉石工艺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了 睽違两年多 来自花莲县凤林镇凌荣里的林圣火 带来以记忆记忆记遇 三个脉络构筑而成的 剑谷之心际遇各展 从事创作十多年 展出近百件的作品 以花莲寿风盛产的台湾玉研磨 在镶嵌金属工艺的综合技法完成 将儿时的记忆对玉石的情感 融合玉气时时的震撼 这一次的各展是用台湾玉来创作 前面的这个玉石 是我在展现我的家乡 跟我小时候的回忆 然后在60年代产生的一个记忆 我在我的故乡里面学到这些技术 70年代的时候发现了悲难玉气 很多的形式让我的震撼 震撼以后我就以这些元素来创作 加上本地的台湾玉的材料 让它更有花莲的特色 从玉石收藏到亲自学习卓玉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多年的经验累积 人称阿火老师的林胜火也成为在地 传承玉石文化的工艺师 这个台湾玉的创作是我大概有十几年以来都一直接触 然后最近是用综合的技法 让它改变出不一样的造型 这一次的玉石的创作 需要用到一些金属的工艺 还有台湾玉的研磨 镶嵌 还有一些微镶的技术 算是一种综合技法 也是现在比较少见的一种创作的一个方式 我是以古代的技艺为主 所以炫解孔就是 原型的炫解孔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作 由政治庭策划 剑谷之心 际域 林胜火各展 即一期展出至5月2日 每周三至周日上午11点至下午7点 在华莲市光复街的岛人艺术空间展出 华为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邦彦华莲市报导 台湾玉